OK 大家早安 谢谢大家又很准时的来到我们主日学的课程里面 那我们还是一样 每周最一开始呢 我们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在上帝的面前 诗人在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说 我让耶和华常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现代人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 有各式各样的压力 有好多事情要做 好像越来越少这种可以好好安静自己 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间 我们花两三分钟我们把自己的全心全人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练习 定睛在他的身上 声音上说 耶和华的眼目遍他全地 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在神的面前 神是检查我们 明白我们 认识我们的 并且还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 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你可以慢慢地深呼吸 慢慢地吐气 告诉自己的身体 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放松 因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全人都在主的手里 慢慢地呼吸 慢慢地呼吸 如果什么念头跑上来 你可以就单单地注意到他 然后就交给神 什么的担忧 什么的挂虑 很自动地会跑上来 都很正常 你就注意到他之后 就说 主我交给你 我练习现在 单单地在你的面前 安静我自己 或许你可以听听你外面的风声 鸟的叫声 或许我们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很忙碌在我们要做的事上 神在此时此刻跟我们相遇 不是在过去 也不是在未来而已 就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深呼吸 吸气 慢慢地吐气 慢慢地吐气 再一次慢慢地吸气 慢慢地吐气 我们去祷告 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敬拜你 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 要欢喜 今天是纪念耶稣复活得胜的日子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快乐 我们也要将我们的全人再次两望给你 主啊 你是配得我们用全心全人来送赞的 主 恳求你使用今天早上我们相聚的时间 恳求主圣灵你亲自地 用你的奇妙的作为来引导我们 摸索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形象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门徒的样式 主啊 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你 主 我们知道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有神 你使生命成长 为我们与你同工 为我们愿意顺服 求主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来走跟随你的道路 求你祝福今天早上的时间 好让我们都能够有美好的学习 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好 你可以慢慢地张开眼睛 希望刚刚那一段 有点安静默想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的心慢慢地沉淀下来 其实在主的面前 其实是一个很安稳的状态 就是主掌管万有 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忧虑太多 我也常常需要自我提醒 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超练 好 那我们要进到今天这一课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礼拜 我太太提醒我说 我不需要每次都从第一课开始复习 这样太冗长了 我说对对对 好像有点道理 我们就复习一下上礼拜 上礼拜我们讲到门徒的身体健康 其实身体是很属灵的 身体不是像好像诺斯底主义所想的 就是物质是不好的 身体是神圣好的创造 而且是神居住的所在 所以神居住所在就是圣殿了 对吗 而且神所呼召出来的教会 也是用身体这个形象来形容 是基督的身体 而且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神的器皿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养 顾惜我们的身体之外 也要操练尽钱 对不对 那我们这是我们这次课堂 主要的学习的生命成长的模型 在关系中 我们的关系不单单是人际关系 又包括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受造界的关系 我们跟工作的关系 我们跟自己身体的关系 就是各种不同的关系 那我们讲到从灵命情绪关系 就是人际关系 然后智能 智业 还有身体健康 我们今天要讲到管家职份 那门徒生命成长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些关系里面 活出与上帝形象的一个 更新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几个点 其实蛮多的 但是有些主题都可以 其实很深入的讨论 那我今天就真的只能点到而已 那今天要讲管家职份是什么 然后呢 关于爱护受造 基督徒爱护受造界 还有管理金钱 物质 还有时间 那我觉得在课堂中 其实有很多的 我觉得也都是我的属灵的长辈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这种生活管理 或者管理这些事情上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很多宝贵的经验 所以我今天也会有一些时间 让大家有彼此的一些分享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帮助 好 那我们首先要开始 一节圣经 在诗篇五十篇 五十到十一节 我们如果可以 带我们一起来念 好吗 预备 开始 因为临终的白兽 因为临终的白兽 是我的 天山的深处 也是我的 山中的黑鸟 我都知道 天眼的黄兽 也都属我 好 其实这是在我们讨论管家职份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关于对世界的认识 就是这个世界呢 有一个 这个受造界的所有权是神的 所以临终的白兽 千山的深处 包括飞鸟 主都知道 田野的走 兽也属他 当然这边没讲到的 还有其他受造界 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属于神的 所以因为所有权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们人呢 就是一个管家 因为管家就是被委任来管理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并不对于这些东西有所有权 好 所以其实这是人 我们从创世纪 你们就可以看到上帝让人去治理他的创造 让人去修理看守这个原子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维护治理的工作 我们并不拥有神所造的这一些 反而是我们被神拥有 OK 所以这个所属权先搞清楚了 我们才有办法去讨论接下来今天的一些内容 好 所以再次的复习一下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管家的原因 是因为所有权不是我们的 我们所拥有 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有权都不属我们 好 这个管家职份呢 我想这样大家应该就很清楚管家职份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是管家 我们拥有这个身份 管家的身份 那其实仔细去想想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是在工作啊 在生活啊 就是其实都被很多东西追着跑 好像比较没有静下来 然后去想想 对这个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这个角色 好 那管家角色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忠心而且仔细的照管 上帝所交付我们的 好 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去面对 神所给予我们的东西 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回应 其实都都是一种门徒训练 都是一种属灵操练 OK 那神所要的是我们有忠心 而且仔细的照管 好 那这种管理就有点像约瑟啊 约瑟 大家都知道旧约里的那位约瑟呢 在那个 波提法的这个家里面 然后波提法 约瑟就在波提法的眼前蒙恩 然后呢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派给他管理 而且交付在他的手里 然后约瑟就是很忠心的 很有智慧的去管理 当然后续的发展蛮惨的被陷害 但是呢 他其实约瑟是在主人眼前蒙恩 而且被授予这个管理的职份 然后在五经里面的生命纪里面 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这个 他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神要给他们的这个地 然后神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的上帝要吩咐 要教导你们的诫命 律例典章 叫你们在所要过去得地为业的地上遵行 好 所以其实包括整个以色列人作为神的百姓的这个群体 他们在这个地 这个神所赐的地上的生活方式 他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些相处 也都受主的律法所规范 而在这其实就是一个管 也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身份 他们按照上帝的指令去生活 然后去治理这个土地 所以你在立位记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些条例 关于土地的条例 比方说安息年的时候 第七年地就不能耕种 对不对 神就命令以色列人地要让他休息 所以以色列人就必须要用神所给的律例方向 还有典章去管理这个地 所以再次的反映说 其实这个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 他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身份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五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当以色列人被救赎出来成为神的百姓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属于神的状态 而且这个得地为业 在这个所赐的应许地上生活 也是一个神的恩典 那他们回应神恩典的方式 就是按照神的律例和典章去过生活 去管理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 所以其实圣经里面讲到非常多关于管家的身份 那耶稣也讲到了许多的比喻 特别也有提到关于管家的这种比喻 那这段圣经比较长 主要就是在讲说 耶稣在说就是 主人离开了家 然后仆人有没有警醒地在做他该做的事 那如果没有偷懒 那主人突然回来的时候 就会被抓包了 OK 那就会不受上帝 就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那42节主说 谁是那中心用精明的管家 如果是中心用精明的管家 主要派他管理自己的家谱 而且按时定量分量给他们的 他们呢 就是这个人是 有没有按时的好好的分量 然后管理这个家呢 那主人回来的时候 看见仆人这样做 那仆人就有福了 所以这个比喻主要在讲说 门徒有没有警醒地去管理神 所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那耶稣也有用这种管家的比喻 来提醒我们 那最重要的是中心并且按时分量 那在新约书信的教导 也有讲到管家哦 比如说在灵前四章一到二节说 人应该把我们看为基督的知识 这个我们是 就是保罗说的嘛 对 那我们 就是基督徒 为上帝奥秘的管家 OK 就是我们不只管理这些物质 借上帝所给予我们 也包括这个上帝的奥秘 那你们觉得这个上帝的奥秘是什么 其实就是前面基督的知识 基督的知识就是 来就是服事 在福音里服事众人 所以其实上帝的奥秘 其实就是这个福音 所以所求于管家 就是要他有中心 所以其实在属灵的世上 也不是说属灵的世上 因为其实物质这种也是可以属灵 很属灵的 这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有一个 中心回应神的这种管家的态度 那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说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 哇 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忙的 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要管理 然后很多东西我们要向神交账 管家就是要向他的主人交账 比如说主人有给一些什么指令 在限定的期限 你有没有完成 然后呢所有事情其实都是要跟神 就是这个主人报备报告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刚有一点点简短的 从旧约到新约的一点点 讲这个管家的这个经文 我们有一点点看过去之后呢 先想让大家思考一过 你就说你觉得在你现阶段的生命中 神托付什么给你管理 OK 这个是这么有标准答案 有的人可能说是 比如说像我刚我唯一想到 就可能是我的孩子嘛 因为是我两个孩子 然后现阶段小孩还小三岁和五岁 就是每天都要管 对啊 所以那 对我就是举一个例 那还有很多人觉得 有的人可能是工作上 或者是你觉得服侍你教会的某个职份 或者是你的金钱之类的 各种 你可以先想一下 你觉得现阶段有什么东西 一定有啦 就很多 但是你可以选一两个 你觉得是什么是神 现阶段托付给你管理的 然后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你就在这 好像管理这件事上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好 那给大家想一下 然后我也想说 可以给大家有一点在小组里讨论的时间 好 没关系 要分享 就觉得这个题目好大 真的哦 OK 我们的小孩 长大以后都觉得 OK 好 那现在小孩长大 就接下来要做什么 yeah 有小小孩的人 可能还会觉得说 哦 这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我们要好好管理 对 是 是 呀 很棒 所以就真的不同的阶段 会有不同的任务嘛 那我想听看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 你觉得现在神在 你的生命中 这个阶段 托付什么给你管理 不一定要是小孩啊 对不对 好 我今天早上有上那个台服总会的那个他们那个逐日学是讲宣教士故事 然后今天是苏文龙牧师 像他最后也是问大家说当你走出教会就是进入你的宣教工厂 嗯 那你觉得你你可以做什么 yeah 我觉得有一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对对对 yeah 因为这个福音的 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一个福音的管家嘛 我们如何把这个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出去这样子 对 yeah 其实我觉得嗯 可能觉得范围很大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慢慢缩小 其实你每一天做家事的过程中也是一种管理嘛 你的家 也是一个上帝所托付给你对不起 托付给你管理的一个的场域 你的工作 你的婚姻 其实也都是好 某种程度 任何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其实都是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一个领域这样子 好 包括你的时间 我们今天大会讲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物质 还有我们的恩赐 才干 其实都是可以管理的 而且都是需要被管理的 好 谢谢大家 希望这一点点的 就是脑力激荡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一想 那我们就继续下去 第一个呢 我们今天会讲几个领域 就是可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领域 第一个是其实受造界 就是神的创造 其实这个领域也是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 而且呢 爱护与关心神的受造 解神的创造 也是门徒的任务 大家不晓得以前有没有这样子想过 我们可能想到做门徒比较就是传福音 对不对 比较想到是关心灵魂的救恩 就是别人有没有灵魂得救 可是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的这个创造的神学 一直到救恩 包括耶稣基督他来是要更新 受造界全部 而且在罗马说还讲到说 所有的受造物都劳苦叹息等候主的显现 也就是说到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新的创造 其实是好像真心的描述好像是连整个受造界都在等待 所以其实我们门徒呢 不单单是只有灵魂就就是传福音的这个认为 其实我们如何跟这个土地跟神所造的这个世界有好的和谐的关系 而且有进到这个管理的职份 其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 好像我列了几个图啦 比方说左边这个就是波特兰最近那个高温啊 说到116度 你知道吗 哇这么热 对说那个温度高到那个地铁都要停舍 就是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铁轨就是建造的时候 那些材质没有办法就是handle这么高的温度 所以就包括这些大众交通公司都因为热浪的关系要停舍 而且有很多人是热死的 那其实就是那个气候的变迁极端气候 其实都反映出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的生态危机嘛 好像右上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森林的wildfire啊 对不对 那右下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图蛮伤心的 这是一个海龟 然后它其实就是被困在那个 你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瓶装器 六瓶 六瓶的那个塑胶套嘛 就让我们方便可以拿对不对 那是因为海洋 就是因为海洋垃圾的关系 就其实海洋其实有许多 对就是因为人类没有治理好 所以这个海洋垃圾在海里 然后这个海龟就就卡在里面出不来 然后它就慢慢长大 所以长大所以它就整个龟壳就这样变形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会很 其实会很伤心 就是哇 其实上帝的创造 他给我们 然后而且他要我们好好治理他的创造 可是我们 现在的世界有很多这种状况 所以基督徒有没有责任 有没有任务 其实是有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像在这个福音派有一个机构啊 就是说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网络 它叫Evangelical Environmental Network 他们就在1994年做了一个宣言 因为他们看到说要呼吁教会 也要起来关心生态 所以他们就列了几点宣言 比如说第一点是圣经的信仰 对于解决生态问题是重要 他其实说圣经的教导里面 跟面对生态问题是有相关的 圣经不是只是讲灵魂得救 其实也讲到整个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也讲到整个基督徒 对于受造界的关顾的使命 然后基督徒对于地球被剥削 是有责任的 OK 我们part of 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 我们对这个是有责任 虽然或许我们不是直接去破坏生态 但是我们需要唤起这个 对生态议题的这个注意 还有要具体的行动 然后圣经也提醒我们要悔改 并且成为地球中心的管家 第四点 相信神是造物主 让基督徒明白 基督的医治与更新所临到的范围 也就是说 那个医治和更新所临到 不单是我们 我们常常比较关注 我们人因为信了耶稣 我们将来会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可能会得医治 然后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 我们好像比较是强调我们自己 对不对 但其实圣经里的救恩 是整全的救恩 是包括整个受造界的 那个新的创造 所以我们是 而且基督徒是有责任 去治理和管理的 所以相信耶稣 其实对于关注受造界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而且呢 关注受造界是教会的核心使命 基督徒应该尽力于地球保育 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少去想到的 我也是这次读这本书 才比较有去研究 去看一下这个网站啊什么的 那我常常想到这种环境保育 你们我比较常想到的是 像台湾有一个宗教团体 他们其实就是做这种回收 然后做这种爱护地球的这个 做得非常的棒耶 我觉得哇我们 真的是也要跟他们学习耶 做这种就是回收的这种 哇其实这个是 其实做回收这件事本身是 是符合圣经伦理价值的 OK好 所以呢基督徒关音受造界 像他们在做回收 他们也在跟那些本身在做回收 那些第一次在抢工作 真的哦 对因为在某些时候 怎么讲他们好像看起来是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台湾有很多人是在做回收资源 这些低下的人 他们是靠这样来收入 但事实上他们也在跟他们抢工作 在某些地方来说他们就在 所以那个名号是很好听 可是事实上他们是剥削到那些人的福利 哦OK 呀我是 呀 不过好像也没有特别规范说 谁能做这个谁不能做这个 对不对 但就是很现实的就是被排挤了那个资源 对而且他们就是那个做法 事实上你变 你是提高你自己这个知名度 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可以让给他们或怎么样 whatever anyway 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做法 做法你能够一个是能够完成彼此的那个 你的那个就怎么样达到双赢了 对对对 是是是是 你要考虑到这些低层他们的收入 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收入来源 对真的 yeah 谢谢你的分享 对啊 yeah 好那我就继续下去哦 就是呃就有一个学者就提出说我们基督徒会关心这个受造界可能会有的阻碍 好第一个呢最常见就是这世界非我家干嘛麻烦 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会想说哎呦我们将来就是要去添加嘛 对不对 而且嗯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暂时的啊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这种想法那可能就觉得哦就不会太关心 或者是呢环保诉求于有些其他宗教可能太靠近了就想要做优手区隔 还有或太强调生态保育可能会有点哎好像把其他的受造物好像高过上帝的感觉哦或者是不想被人讨厌啊 还有救人呃比对不起是比救环境更重要就是我们好像救灵应该比救环境更重要哦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救灵当然是我们的第一顺位哦但是我们是否呃过度只强调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好好去想想哦 好所以就是这几个也或许可以就是提供给大家想一想哎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其实跟我们的神学观也会有很大的关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金钱了哦金钱是稍微比较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不陌生的一个话题哦那圣经怎么教导财物呢 其实像包括耶稣在登山宝讯上说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虫子窑能朽坏也有贼蛙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窑不会朽坏也没有贼蛙洞来偷 我觉得后面这一节真的是很关键的点出人的心哦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OK好那我就认识一个长辈也不是教会的长辈啦就是亲戚哦他就是啊年年长了也退休了嘛那可是他的钱就全部都就都在股票市场里面那所以他的晚年生活呢他就是每一天都去那个就是证券交易所 就是从早就是开市就泡在那坐在那边然后呢到休市然后再回家就是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去那边看着那个红色绿色上上下下这样子哦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呢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那里哦而且就吃掉他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OK 然后呢打太福音接着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哦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种这个情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服侍马财物嘛哦好所以就声音上某种程度也提醒我们说财宝的暂时性就是他不是永存的嘛而且他会影响我们的心然后呢他也可能会成为奴役我们的主人OK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武章就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沙菲拉他们当时呢捐了一块地把自己的地卖了然后把钱捐出来可是呢他们其实有留了一点哦他们没有全部捐出来重点是他们哦欺骗说他们是全部都把那个钱捐出来了好所以关键不是说呃重点应该说关键不是说他呃少捐了钱关键是说他欺哄他欺骗哦OK所以你有发现说他某种程度是两个都想要 他一方面想要好像让大家看到说他把一切权限上了可是二方面其实他还想要自己留一点他觉得那个是啊他让他觉得安心所以他宁可愿意好像说谎然后好像得到同时得到这两个哦就是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家看来一个很近钱的外貌就是哇我所有都捐了好但是其实他是还又同时可以留下一点所以好像是侍奉了两个组对不对哦那这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组OK 好但声音上也不是这么反对财物啊哦比如说在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这个呃经文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OK声音上也不歌颂贫穷而且声音上也强调我们对于这种穷人的关关顾哦而且穷这种反映出这种社会的不正义好然后赐给我 我需要的饮食免得我饱足就不认你哎这个讲的很有意思哦好像我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很富足了我们就不认神了哦那或者是说太贫穷就容易可能啊落到一些犯罪的试探里面亵渎上帝的名就好像一个中庸的这财务上一个中庸的中庸的一个状态好像是比较是圣经给我们的哦所以金钱其实他是中性的就是我们也我们虽然不高举金钱 但是我们也不好像污名化金钱其实金钱他是也是神的创造对不对因为他金钱后面所反映的是一些物质的使用嘛对不对那那些东西也都是上帝的创造啊虽然金钱的制度是人类好像这样演变发明出来的但是后面所代表的其实就是神的给予嘛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比如上帝没有给原油好了我们也不会有这种什么国际油价这种问题 我的意思说其实是后面有资源那些资源其实是上帝的好所以他应该是成为工具而不是我们的偶像好提摩太前书说到就是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就是再次讲到说就是够用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只要有意有实我们就该知足那种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诱惑和网络及许多无知有害的欲望中使人沉沦 好甚至有人因为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好所以就是再次就好像圣经一方面不否定金钱然后二方面呢又提醒我们金钱会带来可能的负面的影响好所以很多比如说希伯来书有说不要贪爱钱才要以自己有的为满足我觉得这节圣经很特别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律法的教导说你不要太爱钱啊你要知足 好这就是一个道德的教训对不对可是这边把这个道德的教训连到了信心就是因为上帝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所以我可以以自己有的为满足我可以不贪爱钱财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有一位顾念和帮助我的神好所以我觉得圣经把那个解决之道讲的更具体是重点是来到这位愿意厚自白悟给我们也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的神面前 好那个是可以帮助我们不受金钱奴役的好所以好重点不是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爱钱不要爱钱不要爱钱而是更多爱主好如果更多的爱主更多的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信靠他的供应我们才有办法可以不被钱财好像捆绑好好那这个Run Blue他就给了几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许可以思想怎么应用 运用钱财的几个原则第一个是我们的钱财有没有荣耀神并参与在事工当中第二个是我们的钱财有没有带来行善的果效第三个是我们的钱财有没有供应自己家庭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很平衡的教导我们的钱财当然要供应我们自己和家庭的需要OK所以如何平衡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查验和练习的而且 声音上也说这种执事和监督的条件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孩子妻子或者就是配偶或者自己的需要规划好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不平衡不好的好这个作者很好笑他加了一个还债因为事情上有讲到这个欠债的教导对不对而且其实在美国其实这种卡债的问题好像蛮严重的 就是这种credit就是对所以因为这个这个Round Blue应该是美国人所以他就是有特别还把这个还债这个家还有缴税OK因为他也强调说如何借着政府如何来这种是以社会结构的角度上去实行一些公平正义然后包括也是顾念这个零色的需要借着缴税好然后存款OK然后留下给后人这也是一个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到金钱还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在除了这七点之外或许也可以想一想我觉得这是我把它列出来就给大家参考但我觉得他把说如何思想神如何将钱财荣耀神并参与在事工中放在第一个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那个我们如何去运用金钱的这个优先次序然后如何平衡的来忠心的管理金钱我觉得真的是一辈子要学习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保罗其实有提到一些关于奉献的教导那其实这些主题都可以都需要可以花很多时间或者尽可能真的只能点一些些但是奉献其实也就是跟金钱有直接的关系好那郭灵多的前书十三章第三节保罗讲到说其实奉献的重点是后面的爱其实我们看到好多圣经的这些伦理的教导其实都是以爱为出发点所以他甚至说如果你将所有的 财产救济穷人甚至你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可是没有爱那却仍然是没有益处的所以重点真的不是我们捐多捐少或者是奉献的多少而已而是后面的那个动机是不是出自一个爱神爱人的心好然后呢格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特别讲到这种 就是传福音就是这边讲的是全就是专门就是传就是传道人然后他们是传福音的人然后他们是靠福音养生所以他们也是借着信徒的经济上的支持然后一起去做主的事工然后格林多前书十六章一到二节讲到说圣徒捐款的这边也讲到说就是教会间也会彼此帮助对不对这种圣徒捐款的事情甚至去照顾他们当中的 寡妇啊或是去照顾他们当中有需要的人所以这种慈慧的事工其实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初代教会就有看到然后呢我觉得奉献一个最大的神学理解其实就是基督的榜样这边讲到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 其实这个就是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奉献后面最具体的一个神学理解其实就是耶稣的救恩他为了人倒空他自己为了我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富足那我觉得在钱财上金钱上的给予和奉献其实就是很具体的反映出这个我们愿意让自己少一些让别人或让某个事工多一些那其实这个就是反映出基督的 这个这个造成肉身来到世界的这个形象OK好那第二个我们讲到物质就我们不是讲到钱而已吗还要财产吗对不对对不起还有那个就是你的财对财产就是产业了就是有的人有房子有的人有车子对有的人有不同的东西物质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管理的东西那我这边列了一个很有趣的社团叫做Buy Nothing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好这是最近还蛮 也流行一阵子了啦他就是其实是一个网路的社团然后他会用你的居住地去划分然后这个社团上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家里有不要或是你用不到的东西你想要跟别人分享房屋公用有点像那个初代教会房屋公用他就会放上网然后想要认领的人呢就可以留言说我想要这个然后就去拿这样子OK所以如果你没有加入对我觉得蛮推荐你们加入的你们可以去找你们自己住的地方的属于 的那个社团然后就叫Buy Nothing就是你不要买东西Buy Nothing好所以我们家家也在上面领了一些东西然后也练习在上面可以给予一些东西那我们神学院也是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恩典区就是不要的用不到的东西呢就是愿意就可以放过去然后路过的人看到想要就可以拿走这样OK所以我们我们这个神学院宿舍有一个恩典区就是在物质上我们也可以如何来彼此分享祝福然后 来管理我们来管理我们的物质其实也是一个做管家的一个职份所以刚刚最一开始大家说神有没有拖我们问的问题神有没有拖过什么事情让你管理其实好像没有这么大其实就是你家里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能放在架子上很久很久很久也都没有用到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更让那个东西发挥出它的价值 然后有人分享其实这是一个很讨识乐的一个管理的方式对不对就不是让东西放在那边而已对不对OK好这是供大家想想好然后呢我们用的那本书里面的也引用到一个人叫Vessel吧OK他说呢我们其实常常要做一些财务的盘点好这样看看你的财务决定是否有反映这个先求生的国与生的义的原则好所以 或许大家也可以花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这一周早一个时间静下来然后可以列出你的财务OK然后你可以想想看可以如何的来让这个好像这些东西是上帝因为这些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如何更好的来管理它好像我们家最近就是因为我准备要去反正我们家最近有用到第二台车的需要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有 一个沈学院的朋友他们家有两台车然后呢他们就跟我们就跟他们协调看看怎么样因为我一天只会用到两一周只会用到两天这台车我们就协调怎么去共同使用这个他们的第二台车然后就觉得哇我好被祝福因为我本来实习只要一个礼拜两天如果为了这两天我要再买一台车然后要再养一台车我就觉得哇那个压力好大可是因为这位朋友他愿意将他的财物他的财产 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就觉得我很被他祝福那这个也是一个上帝我就觉得上帝应该会觉得他这个决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好管家的这个一个表现嘛 对啊那我就觉得很感谢神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做一些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财产这个决定上其实也是可以来反映神的形象而且可以来荣耀神好所以或许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如何的来与人分享 好然后或者是看有教会有需要的人分享那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的孩子比较大他们就把他们以前小孩的衣服啊书啊玩具啊就这样一箱一箱的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觉得哇也真的是很被祝福好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上帝给予我们的东西物质资源里面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好好的来运用这些东西更多的来 荣耀神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办法让大家分组分享了但我觉得我觉得这些财物荣耀神的方式是真的是大家各式各样的创意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有一点讨论的时间听听别人怎么做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好的想法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没有时间好第三个我们要讲到时间所以刚刚我们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是问说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托付给你什么要管你我举了一个例子 只是孩子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时间也是一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很公平每个人都每天24小时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那我们怎么运用我们的时间其实就是反映出我们就是操练我们去成为一个好管家的一个领域了OK好这一节经文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诗篇90篇第1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求你只教我们怎样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哇这个是摩西的祷告哇摩西他这一生的经历风风雨雨后他在晚年他写了这个求你只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想他应该有非常多的回顾他的一生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他或许会想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决定 然后我怎么我觉得那个一定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反思那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然后借着过去的经历然后更好的运用时间数算生命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时间不只是用来衡量我完成什么事情的工具更是与神与人的关系的载具 意思就是说时间它不是只是行事例上那一格一格的半小时一小时然后每天的打卡而已 其实时间它就是生命而且生命就是牵涉到关系时间其实就是去衡量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了对吗 而且而且呢它是神时间是神转化生命的一个机制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医治生命的更新生命的发展其实都在时间里面发生 所以时间其实是很宝贵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我很喜欢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说时间就是心灵的延展 无论心灵怎样在时间中延展都定要回归上帝的怀抱 说好有诗意哦OK 他主要是把把时间从客观衡量 比如说每一天数算日子的工具把它转换内化到变成人心的一种主观的感受 他其实是一种心灵的延伸 而在这个延伸延展当中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目标是要来回到上帝的怀抱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与神连结 我们有没有分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 其实这也是我们去管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时间 然后那个时间我们有没有分给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 然后也牵涉到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 我们怎么去安排 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好我的时间可以如何用来荣耀上帝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常常思考的问题 我可以鼓励大家列出每天最重要的三件事 吃喝睡不算哦 就是吃早餐啊洗澡啊刷牙这些不算哦 基本上每一天如果你只能选三件事情做的话 你会列哪三件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你的答案就会反映出你的优先次序嘛 好 灵修清静神 嗯哼 等一下这个是标准120分的答案 像我除了想到这个我还要想到因为我会尽量每一天分20分钟的时间 就是在孩子睡前读故事给他们听了 就因为我就是早上可能就一整天工作上班或是读书这些 其实就很少有一个专注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们 然后对我来说这个就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个有限次序 就是我希望每天可以起码有20分钟可以读 读不管是童书或是圣经故事就是给孩子听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是跟小孩的一个精心的时刻 珍珠的时刻 对 那像我知道有一些人会 就是夫妻之间还会每一天花10到15分钟一起讲讲话 或者去散个步或什么 那我觉得就我们如何去安排我们的时间跟人际关系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来更多荣耀事 好包括其实很基本的比如说不停止聚会 我把团契的时间主日的时间分别出来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荣耀上帝的方式 如何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 好那我就不让大家就是把你们刚刚列的东西一定要讲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放在心里 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去思考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 好像我记得我刚来夫人念书的时候 我的指导老师他就跟我约谈 然后他约谈的时候 我刚来就觉得很紧张啊 所以我每天花很多时间就是弄学校的事情啊 功课啊什么研究啊 就是整个非常的就是七上八下这样子 然后我的老师呢就是跟我约谈 然后就跟我祷告嘛 然后他在祷告里面呢 他就说求神帮助我知道我的身份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个神的孩子 好感动哦 他说我的身份最重要的是我是神的孩子 然后第二个我是一个丈夫 然后第三个我是一位父亲 第四个我才是一位研究神 哇然后我的老师这样为我祷告 然后我在那个祷告里我就我就哭了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其实生活秩序是蛮乱的 然后我其实是有点觉得成有点很混乱这样子 可是老师这样子祷告就提醒我说 哎对啊我的生命中的优先秩序我的角色 第一个我是神的孩子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我是父亲 我是我是我是丈夫 然后第四个我才是研究神 哇这是指导老师这样讲 那我们就超得适放了对不对 好所以我很感谢主使用这个老师 好像在我刚来适应的过程中提醒我这个 那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提醒你 在你的生命中你的优先次序 是怎么样是一个荣耀神的方式 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查验的 然后以佛所说五章十六节说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真的是我们如何去使用光阴 这是一个属灵征战 好大家看下面就知道 什么东西偷走了你的时间呢 好这个现在手机都会提醒你 就是说你今天用了多少的荧幕时间 然后你用的时间里面你用了哪些软体 比方说这个social networking就是脸书啊 这些你看了多久 然后你用了其他的相关软体 比如生产力软体有多久 手机都会可以帮你统计 你如果不知道你可以问问看你身边的人 知道你帮你打开一下你的手机 你就可以知道你每天用多少小时的手机 OK好然后呢或许这个 这个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Netflix 就是那个看影片的这种网路平台 其实我们现今的真的是 就是可以偷走我们时间的东西 吸取我们注意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好所以这个以弗所说的教导其实很真实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如何平衡的过生活 做时间的好管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门徒生命成长 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这大概就是我今天预备的内容 那希望对大家有一些些的帮助 那我们下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了 我们会做一点点的总结 然后一些总整理这样子 但是谢谢大家很忠心的参加了三个月的这门课 希望如果大家有一些的回馈也很欢迎 我觉得我也是在这当中去学习 所以如果大家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也会很感激 我觉得我也希望在这上面让自己有更多的操练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已经59分了 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 如何成为你的好管家 你所赐给我们的不管是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不管是物质是金钱是时间是财产 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些领域当中来跟随你 帮助我们迎着信靠你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你的形象 活出那个因你形象而有的不一样的生命 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这种钱财财产 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会给我们安全感 主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安全 有更多的建立在你的身上 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时间使用交托给你 求你来引导我们 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早上的聚会 也能够满有你同在于其乐 感恩你老师同在于其乐 Amen Amen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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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